1月28号21点 湖南卫视写手 粤文集团举办的 粤文超级IP风云盛典 将在湖南卫视播出 这台盛典汇聚了 李宇春 杨阳 王源 张博之 潘月明 白敬廷 李健 毛不易等明星担任推荐嘉宾 在一众推荐嘉宾中 最受IP作品青睐的杨阳 也畅谈了自己和IP作品的各种缘分 近年来 杨阳挑战了许多不同题材的大IP作品 从青春言情 悬疑探险 到架空世界 这些角色类型风格各异 都是网络文学书迷心中 难以被呈现的经典形象 虽然近年来频繁接演IP剧 但杨阳却在盛典现场谦虚表示 不敢说承报IP剧 对于IP剧是否忠于援助的问题 杨阳的理解是 我觉得影视化的作品 一定是在尊重援助的基础上 作为演员 我会尊重剧本 然后再创造角色 最组有其他的想法 也会和我进行沟通 芒果拉新闻 有许多优秀网络文学作品 还有一众当红艺人的风银盛典 大家是不是更加期待了呢 记得《可TV》全网独播哟 报道 陈祥 毛小彤分手 因疑陈祥出轨江凯彤 毛小彤和陈祥在17年宣布分手 陈祥在节目中说 分手原因是聚少离多 而近日毛小彤接受采访时 却否认了这种说法 近日有网友曝光了一段监控视频 从爆料视频中可以看到 2017年10月1日晚 陈祥先是独自出了小区 后与江凯彤共同乘坐一个电梯回家 而就在几分钟后 毛小彤也回到了陈祥家里 四分钟后 只见江凯彤仓皇离开 而毛小彤则发布了一条意味深长的微博 几个小时后 毛小彤凌晨连夜搬离陈祥住所 视频信息量可谓是相当巨大了 针对日前有传言 谢霆锋要在2018年举办巡回演唱会 并开始售卖门票等行为 1月24日晚 谢霆锋经纪人霍文西发表声明 澄清称 公司与谢霆锋先生 从来没有与任何人士 公司及组织就演唱会 事宜有任何形式的合作 与演唱会有关资料的人士 公司及组织毫无关联 亦不存在任何合作关系 同时霍文西称 将追究法律责任 对可能导致的任何损失 公司和谢霆锋将保留一切法律追究权利 一切有关谢霆锋先生举办演唱会的事宜 以本公司官方消息为准 同一天的晚间 谢霆锋转发此声明并回应道 没有的事不要上当 一切以官宣为准 风哥和文西姐回应得干净利落 不过评论区里的谜弟谜妹却坐不住了 不少表示希望这样的谣言反而是真的 大呼这都是大家的呼声呀 甚至有人调侃到骗子都按捺不住了 芒果老新闻 还是希望没有宝宝上的受骗呀 老民们好我是老爹 今日娱乐圈先放出江凯彤插足陈祥毛小童猛料 后宣布刘亦菲宋陈县分手 不禁让老爹感叹情感的脆弱 替这些精通玉女们惋惜 那今天的八一八 老爹就来操心一下 娱乐圈巨小离多的爱情 我们的感情冷酷到底 刘亦菲宋陈县 今日有媒体爆料 宋陈县刘亦菲已分手 宋陈县方回应 宋陈县和刘亦菲因为繁忙的行程已经分手 具体时间是因为个人私事无法得知 面对这样的分手理由 网友不买账的说 又是日程背得过 老爹想起去年分手的郑凯 说起原因也同样是工作太忙 无心感情 回顾刘亦菲宋陈县的恋爱史 从2015年确认关系以来 表现都不是很精逆 刘亦菲公开恋情只有几行字 别人公开恋情则是亲密的合影 刘亦菲与宋陈县同台亲密互动的泰坦尼克 嘎到飞不起 别人情侣献身 走两步路都能塞得瓜中满嘴狗粮 开头硬色的留意 被网友和宋陈县 居然都没有关注 难怪不到三年的情路 却不断被质疑是宣传期的爱情 在一起时都没有激烈的火花 更何况还没有时间在一起 这样冷酷到底的感情 真是会酷到失去男朋友呀 分手该如何体面 陈祥 毛小童 今早爆出的陈祥 毛小童 分手实锤 也是看着瓜中不是滋味 最后两人极力努力 也没有保留住这段感情最后的尊严 此人在节目中 陈祥反复说句少离多 让感情变得越来越淡 比感情淡了更可怕的是 破罐子破摔伤害彼此 小童即使告别错的人 还极力为对方保留颜面 真是中国好前任呀 留言有1000分贝 张汉 娜扎 张汉 娜扎三年前平安夜在一起 三年后的圣诞节宣布分手 令瓜中十分心酸 当两人宣布在一起时 就齐齐被黑成了碳 无论是前女友粉还是网络黑粉 都停不下手上的键盘 逼得娜扎关闭微博评论 让张汉亲自下场手撕黑子 公司给的分手声明是 外界压力太大 巨大离多导致 压垮这段感情 双方粉丝真的是功不可没 本来在一起的时间就不多 还要承受流言蜚语 好感情被说多了 自己都会怀疑 老爹真是比他们 还遗憾这段感情呀 纵观这三段分手 虽然官方理由都是巨少离多 但娱乐圈还有那么多的情侣夫妻 还不照样把感情经营的距离产生美 所以说分手了的锅 不能让日成杯 感情淡了 一定要及时去弥补挽留 好了 今天的818就先落到这里 近日胡金现身机场 一身五合色短款羽绒服 潮汽现身 头戴棒球帽 搭配墨镜的胡金 边走边跟随行记者 亲切交谈 毫无明星架 一双大长腿更是实力罢评 当日男神心情很nice 不但全程面露微笑 还和记者汇报起了行程 不一会儿 竟然举起记者的手机 和粉丝们汇报起了行程 虽然只有聊聊几句 但是也是暖心十足呢 走出机场后 行男大叔跟在助理旁边 不时张望着停车场 嘴里还捏捏有词 车在哪里 似乎要马不停蹄去开工了 没想到我们的硬朗男神 也是个急性子呢 最近开播的凤秋皇 目前已经更新了数集 剧组不单请来了流量小生宋威龙 还有人气大火的陆嫂关小彤 可以说是未播先火 播了更火呀 18岁的宋威龙首次出演古装剧 便挑大梁 饰演男主角戎指 她是北魏皇太后冯婷的哥哥 因为天如月的手环桎梓陷入公主府 不仅不能杀了刘楚玉 还得保护刘楚玉不受伤害 然而一开始机关算尽 希望利用公主府的资源 以筹自己北魏大业的她 却最终逃不过秦关 那对于这样一个角色 宋威龙是如何评价的呢 我这个角色是腹黑 然后以江山为重 然后所有的事情都运筹为我 为了江山可以不顾一切 付出很多代价不择手段 甚至可以背叛自己的兄弟 虽然距离阴狠腹黑 可宋威龙生活中可是单纯博一枚 与剧中形象反差很大的哟 我平时就是一个简单的 然后也没有腹黑 也没有打江山什么的 就是社会经验也很少 然而单纯博一在戏里 也是要放开胆量的呀 耍狠撩妹样样都得学 她透露因为自己演戏经验不足 跟她搭档演对手戏的关小彤 就给她传授演戏的经验和技巧 所以她在片场都喊关小彤为关老师 不仅如此剧中她还有撩关小彤的戏 不过宋威龙表示 那都是角色的个人魅力在发功 那你令龙龙自己的撩妹这剩招是什么呢 我觉得应该就是真诚吧 我觉得真诚最大动别 多么耿直的回答 果然是个单纯boy 不过在采访中 宋威龙还是透露出可爱的一面 下面就来看看龙龙的趣味回答 我觉得还蛮好看的 厨余给荣指画了一个妆之后 觉得特别的甜 就画了一个腮红 然后一个大红唇 妈把我生的 我挺满意的 觉得我现在 打不了分 今日杜江带儿子杨恒现实机场 杨恒身穿军绿色飞行夹克 内搭黑色脸膜无仪开衫 和雪人图案黑色T恤 下身穿涂鸭印花牛仔裤 脚踩白色魔术贴球鞋 依旧是那个帅气可人的小男孩 一旁的大眼蒙霸杜江 身穿蓝色短款上衣 被浅色破斗牛仔裤 一双那天大长腿 变得狗眼 虽然野王在旁 但也不妨碍 他戴着墨镜专注凹造型 当天 恩恒坐在心理车上 一边吃着泡泡糖 一边摆动着小脚 十分切忆地被爸爸杜江推着 恩恒时而吐声 时而做搞怪表情 撒花卖萌 竟显鬼马调皮的一面 戴墨模样 就是让人喜欢的不得 杜江面对如此吸睛的儿子 也是看喜欢式宠华模式 为宝贝干运变车夫 露出无奈的笑容 为宝贝贴心提醒拍照的粉丝 注意脚下安全 不要拥挤 暖心一面让人动容 要说现在的荧幕情侣 那有没有真情流落的CP感 可是直接影响到 各位观众宝宝 能不能迅速入坑圈粉 疯狂追剧的关键 不过 最近从电视剧 火王之千里同风 公布的片场 及海报拍摄花絮来看 景田陈布林这对新进CP 可是让一众网友直呼 在一起 看了以上两位 在片场的甜蜜日常 小记者都表示 大人羹和武力甜甜 真的只是按照 剧中角色互动吗 看看这隔空绯闻 甜蜜亲手 深情对视 怎么都感觉 恋爱的气息爆表呢 此次火王之千里同风 不仅是陈柏林 睽谓迎平多年的回归之作 也是景田首次出演独视剧集 二人将以全新的形象 出现在观众面前 虽说还未正式播出 但是这话题热度 期待满分可是一样不少 按照之前 剧组官宣设定的角色性格 陈柏林所饰演的林烨 是绝对的霸道组裁范 对待感情内敛又傲娇 而景田饰演的同风 则是概念直爽 武力大甜甜 各是为了角色 直接减去自己标志性的长发 俐落的短发造型 甜美清新 格外亮眼 不过从两个人 这甜蜜默契的表现来看 真的不是全程高能的 甜蜂走向吗 看来预知后事如何 还是要追剧走起了 1月23号 欢乐中国人第二季 在京举办了发布会 作为中国故事讲述人 林依晨也是在发布会现场 为大家介绍了一名 京剧神童王洪祥 王洪祥在加拿大温哥华长大 今年只有11岁的他 虽然没有经受过 专业训练 但是从小受父亲的耳濡目染 产生对京剧的兴趣 展示中演绎国粹的才华 发布会上 他表演的一曲京歌 融入京剧严肃 我爱你中国 音域婉转 曲调清亮 塞贝宁和李晨现场求艺 王洪祥示范起两句梨花颂 让二位学唱 塞贝宁的美声唱法 让人惊喜 而对于第一次当中国故事讲述人 李晨也是感触颇深地表示 作为一个演员 可能我们接触到的是什么呢 我们的方向念念 那拍戏的时候 也会感知到很多真实的故事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 我却是一个完完全全 像一个学生一样的 像一个第一次去感知世界一样的 这种状态 在聆听每一个人说出的每一个字 《欢乐中国人》第二季 除了海清 李晨和塞贝宁 还邀请了数十位 具有口碑和社会影响力的 中国故事讲述人共同推荐 传播精彩中国故事 包括四星高娃 蓝天野 李玉刚 林依晨 周笔畅 周一维和侯勇等 马国老新闻期待各位带来更多 好听感人的故事呀 1月24日 歌手品贯写其全新专辑 《言外之意》在京举行发布会 现场身穿黑色西服帅气亮相 接连为大家献唱多首歌曲 更现场展现吉他功力 弹唱《借商心》引发现场歌迷尖叫 他什么让我们来接欣赏 每一步都很无常 孤单月亮 照亮火花 照成了木花 人怎么那么不耐接欣赏 谁也别说谁疯狂 有一些爱一同就 为一个人 接一次 念想 除了演唱新专辑多首歌曲 让道场歌迷听过瘾 品贯还在现场分享 诸多音乐背后故事 更重要的是 令歌迷期待的2018年 全新巡回演唱会 也宣布正式启动 这么多信息 难怪歌迷们都说 发布会干货满满 你们以为这就完了吗 祝品贯新专辑 年万之一 大卖 在这里 先恭喜品贯发的新专辑 年万之一 嗨 大家好 我是人仙奇 恭喜品贯要出新专辑 李宗盛 周花剑 人仙奇 林俊杰 张杰 魏晨 这是要集齐 花语乐团重要级歌手祝福的节奏呀 可见品贯在圈内的好人缘了 这么多送祝福的VCR中 最让品贯惊喜的 恐怕还是两个宝贝的祝福吧 一双儿女偷偷录制视频 祝福老爸发新专辑 看品贯一脸笑意 就知道他有多幸福了 作为超级奶爸 品贯也在现场 分享了他的育儿经验 他表示 无论多忙碌 都会陪伴孩子成长 对于他来说 陪伴孩子就是他最幸福的事 1月24日 2018星要分享 虚拟明星 风尚正典在京举行 人权杜海涛 布莱登霍华德 安虎 同飞的明星 悉数亮相 除了在零下十几度的 室外红毯上 陆美背的日本旅行地呀 最抢劲的就是杜海涛和妈妈了 欢迎 虽说鲜少和儿子一起亮相 可海涛妈妈一点都不怯场 一样的深情 一样的动作果然顺身似 难怪网友们都说 海涛妈妈是翻版杜海涛 众所调查就知 杜海涛一直投资有道 前几天更是拿下 2018胡润新金融百情榜 新进跨解投资人奖 可是你们知道吗 海涛妈妈在投资方面 也不比儿子差 今天以明星投资人身份 亮相的杜海涛就现场透露 自己的收入全部由妈妈打理 我在很多地方当老板 但是我的老板是我妈 一直都是回妈妈管 很多事情都是妈妈做的决定 厉害咯海涛妈妈 不过再厉害的妈妈 也有鞭长莫及的时候 在财政上能做了儿子的时候 在婚姻大事上嘛 海涛妈妈就只有着急的份了 不过年我也着急 当然会催 她说随到渠成吧 当然满意 她满意我是最满意的 很多事情都不用我跟妈妈 妈妈都自己问 说差不多了吧 对 妈妈都这么着急了 海涛你是不是也抓点紧呢 不然可就赶不上谢娜的进程了 这是滴水到渠成 我也抓点紧 自从还孕后 谢娜一直在家休息 大家都是通过微博了解她的状态 作为谢娜的好朋友 海涛你能透露点娜姐的金框吗 现在有一个专门的行程 就是时不时的 看见就是想去娜姐那抱一道 看看她最近咋样了 娜姐现在就是 我都称娜姐小义务 就已经 各种小东西已经做得都非常非常好了 然后也希望 希望大家一起跟我们 一起 期盼着那个娜姐激动人心的时刻 赶快到来 欢迎讨论